大家现在担心的就是意大利新冠病死亡率比较高 这个原因呢我们应该这样子去分析 就是意大利政府现在就是规定 只会让所有种者去化验 就是有没有新冠病这个病毒 所以他检测的那个病人呢 不是所有的民众 比如说我们化验的只是种者当中 也化验了两万多的话 死亡一千八百多的话 现在呢就是当然看起来是百分之十 如果我们化验的人数 比如说是所有的民众的话 那他的死亡率就会降低很多 我是建议在意大利的华侨 不要恐慌坐上飞机 大家就是回国 病毒已经感染上了整个世界了现在 所以我们每个人要对这个 为这个世界负责 为了预防这个病毒 我们每个人要守护 待在家里 这是第一点 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保护整个社会 还有如果真的因为要出去 自己戴上口罩洗手 意大利的医生会同样的为华侨服务 就跟意大利的这边的民众一样 所以你们不要害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